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继子投诗 古时候有个叫商继子的人,他特别爱好道学 有一天,他带了许多路费外出学习 只要碰上戴黄帽子的道士,就失礼求教 一个狡诈的骗子企图骗取他的路费,就骗他说 我是一个得了真传的道士,只要你跟我外出学习,我就传授给你 于是继子便诚心诚意地跟着走了 骗子一路上盘算着怎样骗他,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一天,两人来到江边,骗子一见有机可乘,就骗他说 道就在这儿 妻子盲问,在哪儿? 骗子说,就在这条船的桂杆顶端,你亲自爬上去就得到了 妻子把钱袋放在桂杆下,急忙抓住桂杆往上爬 骗子在下面拍着巴掌连声催促道,上,上 妻子上到顶端,无法再上了,恍然大悟,抱着桂杆高兴地欢呼 得到了,得到了 骗子乘机拿着他的钱带逃走了 妻子下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跳了起来 旁观的人说,嗨,傻瓜,那是个骗子,早把你的钱拿走了 妻子说,那是我师父,那是我师父,这也是他在教我啊 妻子学道师分盲目,而且也很幼稚,不论什么道士都拜师学道 结果上当受骗 故事告诫人们,在学习中一定要选择好的老师 得高学博的人才能给学生教医,否则将受害不浅 这些时期,卐一颗老师,吗? 我拗你了,在乱皮较高兴地时 我拗你了,我拗你了,我拗你了,要给我把胸 盒子来 给你了,我拗你了,我们用来看 beautiful顶